客家基本法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一项为落实宪法平等及保障多元文化精神 传承与发扬客家语言 文化 繁荣客 家籍客装文化产业 推动客家事务 保障客家族群集体权益 建立共存共融 知族群关系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用词定义 第一项本法用词 定义如下 一 客家人 只具有客家血缘或客家渊源 且自我认同为客家人者 二 客家族群 指客家人所组成之群体 三 客与 指台湾通行之四线 海陆 大浦 饶平 赵安等客家腔调 及独立 保存于各地区之习惯用语或应加入现代语会而呈现之各种客家腔调 四 客家人口 指客家委员会就客家人所为之人口调查统计结果 五 客家事务 指与客家族群有关之公共事务 第三条 客语为国家语言之一 应语保障 第一项客语为国家语言之一 与各族群语言平等 第二项人民以客语作为学习语言 接近使用公共服务及传播资源等权利 应语保障 第三项客家语言发展事项 另以法律定之 第四条 客家人口及中区域推动客语为通行语 第一项客家人口达三分之一以上之乡 镇 市 区 应以客语为通行语之一 并由客家委员会将其列为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 加强客家语言 文化与文化产业之传承及发扬 第二项直辖市 县 市 乡 镇 镇 市 区 于本法中华民国106年12月20 九日修正之条文施行时 客家人口达二分之一以上者 应以客语为主要通行语 但其同时为援助民族地区者 则与援助民族地方通行语同时为通行语 第三项以客语为通行语之办法 由客家委员会定之 第五条 跨部会首长会议之召开 第一项行政院为审议 协调本法相关事务 必要时应召开跨部会首长会议 第六条 拟定国家客家发展计划 定期召开全国客家会议 第一项客家委员会应考量全国客家事务及区域发展 并广纳全国客家会议之意见 每四年拟定国家客家发展计划 进行政院核定 作为各级政府客家相关施政 之依据 第二项客家委员会应定期召开全国客家会议 研议 协调及推展全国性客家事务 令每三年针对国家客家政策及相关法规进行整体检讨并向行政院提出修正件 一报告 第七条 客家政策制定与区域规划之原则 第一项政府政策制定及区域发展规划 应考量客家族群之权益与发展 第八条 鼓励成立客家文化区域合作组织 第一项政府应积极鼓励直辖市 县 市 及乡 镇 市 成立客家文化区域合作组 第二项直辖市之区由乡 镇 市 改制 且属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者 政府应考量 辖内客家族群意愿 保障客家族群语言文化之自主发展 第九条 奖励推行客家语言文化成效优良者 第一项推行客家语言文化成效优良者 应由各级政府予以奖励 第二项服务于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之公教人员 应有符合服务机关所在地客家人口 知比例通过客语认证 其取得客语认证资格者应与奖励 并得列为升任凭分支项目 第三项前项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 同位原住民族地区者 由客家委员会会同源住民族委员会商定实施方式 第四项服务于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以外之中央 或各级地方政府客家专责机关 之公教人员准用第二项规定 第十条 国家考试设立客家事务相关类科 第一项政府应于国家考试设立客家事务相关类科 以因应客家公务之需求 第十一条 设立财团法人客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 第一项政府应捐助设立财团法人客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 办理客语研究发展认证与推广 并建立完善客语资料库等 积极鼓励客语富裕传承及人才培育 其设置及相关事项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项前项客语认证办法 由客家委员会定之 第十二条 辅导学前与国民义务教育之学校 及幼儿园实施以客语为教学语言之计划 第一项政府应辅导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之 学前与国民基本教育之学校及幼儿园参 着当地使用国家语言情形 应地制宜实施以客语为教学语言之计划 并奖励 非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之学校 幼儿园与各大专校院推动办理之 第二项客语师资培育 资格聘用等相关事项应积极推动 其办法由中央教育主管 机关会同客家委员会定之 第三项第一项奖励额度 标准及方式之办法由客家委员会定之 第三项建立客语与其他国家语言于公共领域 共同使用之支持体系 第一项政府应建立客语与其他国家语言于公共领域 共同使用之支持体系并促进人 民学习客语及培植多元文化国民素养之机会 第十四条提供国民语言沟通必要之公共服务 第一项政府机关 够应提供国民语言沟通必要之公共服务 于公共领域提供客语 播应翻译服务及其他落实客语友善环境之措施 第二项办理前项工作者有机校者应与奖励 第十五条提供奖励措施 第一项政府应提供奖励措施 并结合各级学校家庭与社区推动客语 发展客语生活化之学习环境 第十六条客家学术与在地知识研究之奖励 第一项政府应积极奖励客家学术与在地知识研究 鼓励大专校院设立客家学术相关 院系所与学位学成发展及后执客家知识体系 第二项前项奖励额度标准及方式之办法 由客家委员会定之 第十七条设立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第一项政府应捐助设立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办理全国性之客家公共广播 及电视等传播事项 其设置及相关事项 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项政府对制播客家语言文化节目之广播电视相关事业 得与奖励获补助 第十八条设立客家文化发展基金 第一项政府应保存维护与创新客家文化 并得设立客家文化发展基金积极培育 专业人才辅导客家文化之发展 第十九条加强建设台湾为全球客家文化创新交流与研究中心 第一项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全球客家族群民间及政府之文化与政策交流 并建设台湾 成为全球客家文化创新交流与研究中心 第二十条全国客家日之定定 第一项政府应定定全国客家日 以促进各族群认识与共享客家文化价值彰显客家 族群对台湾多元文化之贡献 第二项国家之各种纪念日、地点、地景及其他文化象征 应纳入客家族群之文化与记忆 第二十一条施行日 第一项本法字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一条谢 第二十一条谢 第一十一条 Mr. 公布ій 善 正